呃,大家好,今天啊,阳光明媚,呃,然后我们这边也开始冷了啊,温度也已经零下了,看一下我车子上,带了是两袋豆子啊,咱们去加工一下,会出来两种产品,一个是豆油,还有一种啊,就是人造肉,还买肉的,何子,人造肉这个,人造肉是什么肉,你还不知道吗,我知道啊,但是大家不知道啊,呃,人造肉啊,就是你像之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啊,很少吃到肉,就用它来代替,所以啊,也叫素肉, 它其实就是豆皮啊,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啊,也叫蛋白肉,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高于普通的一些肉类,呃,你像它这个颜色啊,和吃起来的口感和肉很相似,顾名思义,叫人造肉,你和谁对不对,对,上来,走,冷啊,皇帝,你不是有胃经吗,把路头,叫我喜欢的胃经,又上线呢,嗯,嗯,走, 呃,雷哥,早点点的下来吧,冷的酒,我欢迎我,下次来的时候开着菜啊,总,下次一定开着你的菜,看我钱出来,我那菜是新的,你那菜是新到今天正当事,哈哈哈,你喂,雷哥,你说动作真像啊,想啊,前年都有人说,我起了车带了个臭媳妇, OU SHE IS går developperper tears,ī embHe intang ему 60%的目前条 呃,呃,这里就是嘉峰神长的地方啊,呃,我们来到个里首先呢,就是先排队 那整个过程啊,分为四步 第一就是 黄豆进去 出来豆油和那个豆饼 第二步用那个机器 把那个豆饼打碎 第三步加水搅拌均匀 最后第四步 那个人烧肉就出来了 正复杂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怕到哪了 最后就是加工坑的人烧肉 热气腾腾 需要晾晒一下 咱们加工的人烧肉 也陆续好了 热气腾腾 需要先晾一下 你像我们这边 黄豆的中心面积比较大 然后每年冬天 家家户户也都会加工 或者准备一些人烧肉 不管是凉拌 还是炒菜炖肉 特别好吃 但是呢 这种人烧肉直接可以吃了啊 豆香味很浓 很有嚼劲 越嚼越香 这个人烧肉啊 回去一定要晾晒肝才能处存 你干啥 这 stimulation 这个一点点点 你点点头祸子 就是等会 讲完后 回去的时候 拿个带子你多转那儿 那你要这是 你神 有点事 水晓水道 那是你先冷 要动得一样 你这门姐来 看你价位的 等会 再挖晓我来 我回去 我看你了